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非凡英语的Coby 那么同时呢 跟各位再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咱们这次云都学自习室的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呢 是第二天的一个自习打卡 那么咱们还是像昨天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打卡任务是什么 发现还是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SST的任务 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咱们的WFD 我们今天呢 接下来还是需要再往下听写50个句子左右 OK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呢 还是通过SST的五字真言法 来去继续往下刷我们的SST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打卡清单 大概有这几道题啊 首先你们必须要完成的呢 是这五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狗狗的幸福这道题 第二道题呢 就是中国的贫穷 第三个是人的记忆 第四个是为什么要读柏拉图的共和国这本书 对吧 或者是他的一个理论等等 最后一个呢 就是语言学习 好 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打卡的是这五道题 那希望昨天我们在自习的时间没有打卡完的同学 咱们今天提高一点点速度啊 提高一点点效率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作业一共有这五道题啊 首先走路数据分析 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在大学读法律 第三个是伦敦的丑建筑 好 那么第四题是如果钱不是问题 那你想做什么呢 第五个是沙士比亚及其作品中的语言 那这五个如果效率高的同学 咱们可以上课来把它完成 那么如果上课咱们完不成的同学 咱们可以回家课下再去完成 好了 那么打卡模板跟昨天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来完成中文大义 第二个步骤呢 把咱们的陌生单词汇总起来 汇总起来 我希望第一天不会汇总的同学 咱们第二天啊 稍微把咱们不认识的单词都给它罗列起来 咱们不要图于速度 我们要图这个质量 好 毕竟我们回家 大家可以再继续完成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完美的SST答案 那我希望咱们今天写答案的时候 不要再出现昨天的错误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会去有进步 对不对 只有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痛苦了 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了 那就说明你在解决你的问题 OK 好了 那今天WFD的话呢 还是一如既往 像昨天一样 前25句是咱们课堂上必打卡的一个部分 那么剩下的25句是 是家庭作业 从312到337句是咱们的课堂打卡句 从338到363这是咱们回家完成的作业 那么咱们完成的作业也不能含糊 OK 也不能去糊弄 对吧 那咱们还是要按照上课打卡的这个模式 一步一步往下走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50个句子 量还是比较大的 OK 那么打卡清单的话 我也不说了 不多说了 因为跟昨天的打卡清单 是一模一样的要求 那希望同学呢 在错误原因的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写的详细一点 就是你当时在做题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你在回忆的这个过程中 会比较充分的话 那么你接下来在做题的时候 就会印象深刻的去帮助你避免这个错误的重复发生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啰嗦 或者是没有必要 它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无日三行无神 咱们一定要反思一下自己到底哪里有问题 好了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是看一下今日学术报告的错误 跟之前的第一天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共性的 我们还在犯的 有没有一些新的问题的出现 那第二个呢 就还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咱们自身哪个地方是需要老师来帮助的 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一对一啊 包括后期的课上 老师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 OK 好了 那今天的任务布置完毕 希望各位同学在四点半悉尼时间 两点半北京时间 把咱们的打卡交上来哦 大家加油